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第一个叫rebel 就是跟相反反抗有关 所以她不只是美女 她还会反抗 所以美女看起来很温柔 但是她心里面 我想到了长发公主 我想到了史瑞克跟Fiona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联想 所以例句部分的people rebel against the tyrant 这个tyrant叫做暴君 为什么tyrant叫暴君呢 因为暴君就很喜欢台狼嘛 所以喜欢台狼的就叫暴君 是不是很简单的联想呢 我们来看rebelieve 就是跟反叛造反有关 再来belittle 就是小 你在我眼中呢 看起来就是不算什么 叫belittle 再来belieger 叫围攻 围攻 那类跟联盟有关嘛 那我们形成一个联盟 想到特洛伊木马图成绩 所以我们形成一个联盟 然后来围攻这个城市 叫troy 不是吗 所以后来把这个城市给毁灭 叫什么 对了 叫destroy 把这个troy城摧毁掉 所以叫destroy 叫摧毁 你们发现单字根本不用被 刚才一开始跟你分享到的bel跟美女有关的lona 女战神在这里出现了 那是贝罗娜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面的女战神 那女战神的先生应该不是简单的人物 就是男战神mars 就是mars 也就是后来的火星 那你知道火星表示他怎样脾气不太好 脾气不太好 就是动不动跟人家吵架 动不动跟人家打架 所以后来功夫martial arts 就是从这个字边来的 最后来我们来看一下喔 这个belabor 跟劳力 后来跟妈妈的生小孩也会产生连结 那这里belabor 变成毒打跟折骂的意思 所以这个第五个字根叫bel 想到了isabelle 跟美女有关 想到了belona 跟女战神有关 他的先生就是一部电影 叫做史密斯夫妇 安杰 丽娜 丘利 跟 Brad Pitt 他们就从这部电影以后来变成了真正的夫妻 那史密斯夫妇里面演的就是两个人都是不简单的 间谍特务人员 让我想到了belona 还有mars 所以各位在单字记忆联想 为什么可以根本不用背 因为你用右脑感性 声音 影像的连结 就会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影片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欢迎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你就会接收到最新第六个字根 Gary老师的讲解喔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